我还欢迎收看东搜黄金八九点 我是陈寅 这几天我们都在关心中台狮子山的最新动态 赶快把时间交给记忆 好的陈寅观众很晚 大家都很关心狮子山台风 到底会不会朝台湾方向而来呢 目前从这个路径图来看 其实它是不会朝着台湾方向 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 虽然这个狮子山台风 它是一个中度台风 加上它这两天是在原地打战 只有一个现象 所以说其实在未来几天 其实预计在礼拜天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地北转 朝着日本的方向前去 所以说这个礼拜天开始 一直到下礼拜 如果你要到日本去旅游 或者是出差的话 一定要特别注意天气的状况 还有航班的讯息 那么从这个卫星云图 要告诉你的是 虽然呢狮子山台风 它不会朝台湾方向 但是呢它的一些外围云气 在明天就会慢慢地影响台湾 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了 包含是在整个北部地区 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呢 都会受到它的外围云气的影响 所以说呢在明天 恐怕会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降雨 到处呢在这个明天的其他地区呢 会出现这个午后雷震雨 也就是一个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所以特别提醒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出门呢还是要携带雨去 是比较保险的 地面天气图要告诉您了 虽然受到这个 湿子山台风外围云气的影响呢 那么呢其实啊 明天这个全台部分来讲 高温呢大概是降个一到两度 像这呢 其实昨天台北市的高温来到35度 那么明天的高温又是如何 从明天的高温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 明天台北市的高温会来到32到35度 那么中半部地区的高温呢 是33到34度 南台湾紫外界也蛮强的 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晒 有34度的高温 那么东半部地区是35度的高温 最后呢明天雨到底会怎么下呢 当然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 是维持在整个 恐怕会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降雨 另外呢还有整个各地的山区 不好意思整个中部跟南部的山区 也要特别注意中午之后呢 是比较容易下雨的 最后呢天气重点要特别提醒大家了 受到这个外围云气的影响 北部跟东半部天气状况 恐怕就不太稳定了 那么至于其他地区 都是艳阳高渣好天气 所以说出门要注意防晒咯 再把时间交给陈寅 再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